主播记者目前位置就在花莲的重庆市场 可以看到整个墙面都还是瓦研碎线 都是23号布地墙镇 整面墙面是倒塌的痕迹 而可以看到很多商家都跑来现场来观察 今天施工单位的最新抢修状况 现场的施工单位已经一早就是来到现场 要将原有的管线都给全都拆除 因为原本这面墙就是 都是店家的管线以及地下水线 而参与这么多电线 施工单位也是不敢大意 一早就来到现场要将这些管线 通通都清出来之后再用切割机 然后在地面上重新切一个管路出来 这些细续会将新的管线再重新接进来 将后面内堵墙也都打碎 因为就是怕后面还有余震影响 连带影响到后面内堵墙也都倒塌 要是倒塌不慎影响到旁边的店家的话 恐怕后扣骨会不堪设想 因为可以看到今天还是很多店家来营业的 整个重新市场还是相当热闹 所以施工单位今天也是一早的 就是很早就来到现场来进行场修的动作 今天就是要希望呢 能尽快的恢复到商家正常的影韵状况 然后再重新将管线全都接回去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时间镜头 欢迎鹏内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